中原大地 雁明湖旁 月亮湾葡萄农庄 欢迎您 引进河南省农科院 优质葡萄幼苗 有机灌溉 精心养育至树林七年后挂果 匠心打造 精品定制 老树葡萄 达到树林的葡萄树 被选出准备挂果 开花前要先进行榜枝 固定好母枝状态 保证通风通光 营养供给 经过五到八变的修顶和减枝 调节树体和果实的关系 使价面蔓藤分布均匀 挂果量适中 一串葡萄有六片叶子来供给营养 使树体更新腹状 葡萄优质 优质的母体 孕育出了丰硕的果实 但并不是每一碎果实 都有自由生长的权利 蔬果是打造精品的关键 运用剪、掏、修多种手法 除了把病果、畸形果、小果输掉之外 内部把果碎中紧凑的果粒掏剪掉 外部修剪整体状态 经过蔬果的果碎形状适中 每串果粒约80克 每粒重量15克 整体形态松散 使每颗果粒都可以被阳光直射 在光合作用下 促进糖分的积累 提高葡萄的甜度 蔬果结束 果实进入膨大期 要赶在雨季之前 把葡萄套袋 葡萄在保护层里 充分吸收阳光和土壤提供的能量 果实加速膨大 逐渐着色 不断增加糖度 葡萄中丰富的糖类矿物质 维生素微量元素 能快速为人体补充电解质 缓解疲劳 补血液气 葡萄籽中富含的原花青素 更是具有抗氧化 预防衰老的生力功能 诗经中堆葡萄的记载是 六月食欲其欲 而今在月亮湾葡萄农庄 从七月到十月 都可以吃到不同品种的葡萄 每一种每一串形色俱佳 苛刻入口 脆嫩香甜 香沁心脾 可谓是名副其实的 一架葡萄薯 十里雁名香